先将喀什地区叶城县的西河修乡 地处昆仑山腹地 这里部分村庄的小学生上学 需要翻越两座雪山才能到达 每到新学期开学季 当地都要组织人员车辆 护送学生们安全返校 因为山高路远 为了减少学生往返的风险 乡中心小学实行寄宿制 近期当地出现了持续的降雪 导致上学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险 当地学生家长的私家车 和村干部提供的车辆 组成了一支45辆车的车队 由交警带队 一起护送孩子们返校开学 为了确保安全 司机们仔细检查了车辆的状况 给轮胎绑上了防滑链 叶城县西河修乡 地处昆仑山腹地 群山环抱 海拔在3500米以上 部分山路常年被积雪覆盖 地形非常复杂 在交警的带领下 大家小心翼翼地 在盘山公路上行驶 在部分危险路段 当地还会组织专人 在路边指挥 确保车辆安全通过 但我们所有驾驶员 高度警惕 满所潜行 最终离十五个小时 翻越两个海拔四千米的大班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翻山越岭 再有165名学生的车队 安全抵达了学校 据了解 每年寒假结束 当地都会组织人员 护送学生们返校 这样的做法 当地已经持续了十多年